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不断受到从太阳喷射出来的粒子轰击,对于我们来说,除了在地球上产生迷人的北极光外,几乎没有任何影响,因为地球球力的大气层和磁场保护,我们免受这些太阳风粒子的伤害,但在月球或水性上,情况却有所不同,那里最上层粒岩石,逐渐被太阳粒子的撞击所见识, 北野奈工业大学的新研究结果,表明这个过程的先前模型是不完整的,在某些情况下,太阳风轰击的影响,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剧烈得多,这些发现对欧洲航天局的第一个水星任务,贝皮哥伦布号很重要,破碎延时的万亿层。 北野奈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弗里奥美教授表示,太阳风由带电粒子组成,主要是氢离子和氦离子,但较重的原子像铁也在其中, 这些粒子以每秒400到800千米的速度照击表层岩石,照击会喷射出许多其他的原子,这些粒子散布回星球表面之前就会上升,在月球或水性周围形成一个外溢层,这是一层极其细薄的原子大气。 这些原子就是太阳风轰击表面岩石探设出来的。 太空研究对这个外溢层很感兴趣,因为它的成分使得科学家能够推断出岩石表面的化学成分,而且,分析外溢层比在星球表面正路一个好天气要容易得多。 2018年10月,ESA将往贝皮格伦浦号探测器发送到水星,它将从外溢层的成分中获取关于水星地质和化学兴趣的信息。 电荷世界要了解电荷是要精确地了解太阳风对岩石表面的影响,而这正是认识中决定性差距存在的地方,因此,为业内工业大学研究了离子轰击,对灰灰是典型的六球岩石的影响。 研究第一作者,博士生波舌斗表示,到目前为止,科学家一直假设这种快速粒子的动能,是岩石表面原则化的主要原因,但这只说对了一半,它们现证明离子的高电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这就是表层上的粒子所造成的破坏,比之前想得要大得多的原因。 第一,当太阳风的粒子带多电荷时,其缺少几个电子,它们就携带了道量的能量在撞击的瞬间释放出来。 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,太阳风对各种岩石的影响就会判断错误。 因此,使用不正确的模型,是不可能从外一层的构成中,得出关于表面岩石的准确结论。 到目前为止,至此是太阳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,所以之前科学家认为它们对岩石的影响最大,但是是证明它实际上起着主要作用。 因为与质子不同,它可以带两次点,带有更大电荷的叫重粒子,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 不同研究小组间的合作做了这些发现,在应用物理研究所,用了一项特别开发的微量天平,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。 为了能够正确的解释结果,在维也奈科学基础VSC3,用为核聚变研究开发的代码,进行复杂的计算机模拟,分析仪器中心和维也内工业大学的化学技术科分析研究所,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该研究结果现已发表在新型学杂志《伊卡洛斯》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